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申紙時間 Apple 我們先說說摸眼 真的 不用摸了 我這麼短 有些人都會戴假髮 現在也挺討厭 其實假髮也要小心 Apple 我有個個案 因為假髮也不便宜 現在有些由幾千元到幾萬元都有 有些是真的 有些不是真的 有些是纖維 他買了一個是真髮的 因為迫真一點 就在泰國買了假髮 假髮很漂亮 他買了一個不是太長的 短短的 最初戴著 因為價錢很低 剛剛配得很漂亮 於是他買了假髮回來用 用下他就發現皮膚生了粒粒 最初他以為皮膚病 就去看皮膚科醫生 吃藥 塗藥膏 一會兒又開始有這些產生 他就在想 為何會這樣 是否假髮 他開始懷疑假髮 因為他自從戴了假髮 就開始生粒粒 他在想會否假髮不乾淨 我的意思是 處理得不乾淨 可能有細菌 他就看了 然後慢慢慢慢 他也發覺 為何他的假髮開始生長 即是長了 兩長 這麼可愛 然後呢 然後他就開始 其實這個是聽班 是我的客人這樣說 即是說回他的經歷 是怎樣呢 他長了 他覺得沒理由 為何這麼奇怪 他就開始打電話 打電話去找當地的店 原來當地有一種假髮 尤其是真的假髮 即是真的假髮 他們是剪出來 再薄回來 小心點 因為有一部份 他們是一些交通意外 有些死亡 他們有長頭髮 那些死者那裏 剪下來 然後薄下去 所以就越大越長 其實 頭髮就算離開了身體 他都會 頭髮 我們指甲都會生長 不過他不會一直這樣生長 一定不會 他生長到某一處 就會停 但是所以 因為譬如我們 例如我們 題外話 例如一個 一個孕婦 就算孕婦 不是還生存 小朋友還在吸收 他的營養 但是有個期限 就不可能 他的營養都已經沒有了 還在長大 就不可能 對不對 那變成大家 譬如說 有打開假髮 就真的要看清楚 即問清楚 是哪裏來的 是的 如果在外地買的話 就是要看看店舖的相遇 028 大家都不要亂買假髮 想要更多資訊 去這個網站 HK026.com 下集見 拜拜